企鹤夫说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 无论是面孔衣裳 还是心灵思想 人生在世 不一定要富贵荣华 声名远扬 但一定要活得清清白白 干干净净 干净是最可贵的品质 也是一个人最好的样子 人有静气 风度自来 好看的人 往往不是穿金带银 浑身珠光宝气 而是仪容干净 举止有度 无论在工作 还是生活上 一个干净的外在形象 是最有说服力的名片 邋遢的外表 让身边的人都避而远之 一个清爽的姿态 不仅逾越了自己 也逾越了他人 干净不只是一种气质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沐昕 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 依然认真对待生活 并且干净 在他一生中最落魄的时期 沐昕依然会找来一张白纸 在纸上画出黑白琴剑 寂静无人之时 便躲在角落里 指尖在琴剑上 无声地弹着肖邦和莫扎特 关他的人都在想 沐昕一定会爬着出来 身子勾楼衣衫蓝履 肮脏不堪 可出来的那天 所有人都惊呆了 沐昕腰板坚挺 裤子还有笔直的裤缝 皮鞋擦得能倒映出人影 面带微笑 干净优雅 很认同一句话 穿着得体 是对自己的温柔 会生活的高手 哪怕在困顿苦恶之时 都能始终识顿好自己的仪容 保有宽容平静的微笑 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 即便无法掌握命运中的 旦夕祸福 至少整洁的仪容 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保持一份干净与得体 是对自己的温柔与爱惜 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人有静气 风度自来 谈吐干净 如木清风 俗话讲 恶言不出口 磕言不流耳 生活中 总有些人自以为是 满嘴脏话 言辞多多逼人 喜欢一口否认对方 然后以心直口快 来为自己辩护 好好说话 是一种负责任 有涵养的表现 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 往往谈吐干净 他们知道言语的力量 懂得顾及他人的感受 电影《万箭穿心》里 李宝丽用一张嘴巴 毁掉了自己的婚姻 李宝丽长得漂亮 性格要强 总觉得丈夫是乡下人 能娶到自己已经是高攀了 经常因为一点小事 就对他大呼小叫 搬新家时 李宝丽和搬家工人 吵了起来 马学武见状 赶紧过去打圆场 给几个工人发烟 想让他们快点把活干完 没想到 李宝丽一把 抢过他手里的烟 当着众人对丈夫开口大骂 我是出了钱的 他们就敢好好给我干活 茶不是钱 烟不是钱 你真是生得贱 马学武在妻子那里 永远都抬不起头 一无是处 这次事件 成了鸭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马学武提出离婚后 李宝丽后悔不已 却也于事无补 常言道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自己的口音解了 却伤害了别人 倘若豆腐心 又何必刀子嘴 很多时候 话多不如话少 话少不如话好 说话前三思 给人留一份体面 谈吐的干净 是一种风度 使不让他人尴尬的体谅 是刻在骨子里的涵养 心灵干净 心安一生 孟德斯丘说 美必须干干净净 清清白白 在形象上如此 在内心中更是如此 心灵干净的人 不但外表干净 内心也如明镜一般 光明磊落 养不愧于天 腹不坐于地 清清白白做人 坦坦荡荡做事 杨将先生一生跌宕坎坷 历经疾病 与亲人生离死别 却始终不改高洁的本性 在朋友眼里 他生活异常简朴 他的寓所没有过任何装修 始终安之若素 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 只是浓浓的书卷气 有一年新著出版 出版社有意请他出山 召开作品研讨会 他坦诚 我把稿子交出去了 剩下怎么卖书 就不是我该管的了 我只是一滴清水 不是肥皂水 不能吹泡泡 不屑闹是静艳色 乐在幽谷着素装 虚名任凭随风趣 直吐清香 画作诗 心灵干净的人 即使历经沧桑 也依旧沉淀美好灵魂 守住了初心 活得纯粹 活得清白 哪怕世界纷纷扰扰 灯红酒绿 也要在内心留一块净土 不为名所类 不为利所义 可以独处静好 可以爱我所爱 心安则深安 很认同明朝那些事里的一句话 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上 能够干干净净度过自己一生的人 是值得钦佩的 干净的人 如素色的和帘 出淤泥而不染 见过世间黑暗 内心依然澄澈 便利风雨坎坷 也依旧保持初心与善意 那抹干净 是生命最真的底色 也是岁月中最美的留白 好想呼吸一样 那么自然 不需要换算 所以我们相遇 在这季节 绝不是偶然 仿佛猴鸟一样 飞过大地 穿越海洋 原来所有情节 仔细回想 都是种呼唤 感动过的故事 看过的书 经过的地方 遇见的碰壮 伤眼的远方 流过的泪光 听是谁在唱歌 还是你心里的盼望 听是谁在唱歌 是我歌 对谁呼唤 好像呼吸一样 那么自然 不需要换算 所以我们相遇 在这季节 绝不是偶然 仿佛猴鸟一样 飞过大地 穿越海洋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